請問問便當的是米媽 剛問便當還有多少的是米媽 沒有問啊 呃... 剛來問 因為那個先生也沒有跟我說要留 他只是問我說有沒有便當 我不認識他 因為他只是他想好的名字 接電話我帶你過去 那是副站長接的 我帶你過去 跟我走 現在我帶你去找副站長 來 這邊 剛才這電話是沒有 我要買台湖便當 我從豬北跑來 結果沒有啦 那時候我看的時候還有 當然你不確定就是 那時候有沒有客人會去買啊 因為我那時候去看的時候 我問他們說便當還有一些啊 那你要幫我們留吧 我沒辦法幫客人留的啊 我沒有在幫客人留的啊 那我們那麼遠跑來 然後我還打電話 然後都沒有便當 都我們不可能幫客人去便當的啊 我那麼遠跑來又沒有便當 這樣子 這樣子我損失要找誰 我的郵錢我的電話費要找誰 但是我不可能幫客人留便當的 可是 可是我跟你說 那個小姐我有問她 她說你沒有講說要留 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種的啊 你完全都沒有說我怎麼可以 那你可以問我啊 排骨便當啊 但是我沒有這個先例 小姐有說 小姐有說你沒有講說要留 對對對 但是我現在沒有這個先例 你不可以什麼東西都推得一旦二鏡 不是推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假如每個客人都這樣說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每個客人都要給我 你講話要有責任感啊 你不可以推得一旦二鏡 我沒有說 今天如果我是你的話 那麼遠跑來 然後我沒有便當 我們做得感想 我專程為主委 跟你講我來回餓四十分鐘 四十分鐘 我有錢不用錢嗎 嗯 對啊 但是我們否則在先例就是 完全不會幫客人 沒有啊 那個剛剛那個小姐她有講 她有講說 她有講說 你們怎麼 你們怎麼 你都沒有講說要留 啊本來就可以留 我講說客人沒有來的話 我不就 真的沒有這個 沒有這種服務啊 最多就是幫你看說 現在還有沒有在賣 然後跟你講 現在還有沒有在賣 但是這樣說 你沒有辦法可以保證說 你什麼時候來會有 因為那個一下就賣完了 然後我們也沒有這個服務說 幫你先留在店便當 因為那個跟錢有關係 我們不行 我們沒有這個權利 不是我們不這麼做 是上面也不行 說這樣子不行 那個小姐有講說 你可以跟她講說要留 但是我沒有所有人 沒有這種權利啊 你跟她講要留 你就不用先結帳 我來再錢啊 當然假如說 一個人沒有來的話 她不是多出一個店當嗎 不會 不會 她還可以賣給別人 她不知道你怎麼時候來的啊 她那個有一個下班時間 她下班時間之後 那個機器就關了 七點啊 她七點下班 對啊 我當然知道你會來買 我是說其他人 如果說真的其他人 講了留了 沒有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你們 你們這樣子講話 講話都不負責任 沒有 所以我打電話給你 我就不會來找你 跟你講一下 你看我 我打電話給你打兩通 你還叫我打兩通 對 我先幫你看啊 我放在這邊 因為我去幫你看 她就只能幫你看說 現在還有 我知道 我知道 她只能 她只能去幫你看說 現在還有 然後她就傳給你說 現在還有 她其他沒有辦法任何在做別人 你不用幫她講 我覺得我一個人在對兩個 我已經很不高興了 不是在幫不幫她講的問題 我們都是鐵路局的員工 是在那鐵路局的立場 跟你解釋啊 我們不是在兩人幫 在幫什麼來幫去 沒有這樣子 所以我打電話給你 我就是很忙 我就是希望說 我知道說 大概有沒有 那時候有對不對 那時候有啊 那如果突然二三十個人來買 我們當然更是說 欸不要不要買這樣子 當然不可能啊 沒有啊 那個小姐有講說 你們都沒有說要留 不是 對 我們沒有說要留 我們沒有說要留的原因是 我們不能講 這樣你聽得清楚嗎 我們不能講 她可以講的啦 小姐都有講 講說你們沒有講說她留 那我不是 我不是在這邊做的業務 真的不是上面的交代說 可以對不對 不是我們要留 上面的交代說 那可能沒有這個業務 現在才跟我講 沒有這個業務 本來就沒有這個業務啊 本來就沒有這個業務啊 大概就 ладно 恭喜 百分之類 我們排名